这是Y大壮的副频 叫做大壮讲小故事 还有个小红书,也是用Y大壮 WHY,Y大壮来做题目 我有个主频,叫做法律中横谈 大家不妨在那边听一下 法律中横谈讲时事的法律比较多 小红书讲,沽躁点的法律,小常识比较多 这就是讲一般的故事比较多 这次的故事和法律都有关 话说,在德国有两夫妇 当是A军和她太太 A军的太太是选美小姐的得长者 很可惜她们的婚姻中间没有小朋友 A军就想想想,不可以的 她见到她的邻居B军 她说,你和我有几次相似 她说,三十多点税而已 又有两个小朋友,很稳固 她说,不如这样 她说,与其用人工受孕 就不是很...有道德问题 她说,不如用真人版吧,好不? 她说,现在我给你钱 她说,你有合同的 但是一个星期就要有三晚的尝试 连续半年 令到我老婆怀孕就OK了 那就给她钱了 B军跟着的合同 就很努力地尽量一个星期 就过去三晚很努力 但是,努力归努力 就是...努力成功 不一定是靠努力达致的 很努力半年之后 就发觉都是不成功 那那个...A军的太太 她说,搞来搞,搞什么呀 她说,搞多少都不行 那就浪费时间 B军呢,邻居的太太有怨言 她说,你经常过去做什么呀 她说,不行就算了 那B军就说 她说,她说出她的一个东南的心声 她说,你以为我很喜欢过去吗? 我只是为钱而已 为改变家里的生活环境 赚回一点点的外快 帮补一下而已 其实我不想去的 那既然她说,不如这样吧 旁边的A军的太太 不如你掩掩身吧 因为A军很明显是不育的 那A军的太太也说 既然你做代表 那你也要掩掩吧 掩掩身之后 医生说,B军 她说,其实你不育的 那全场都吓了 除了B军的太太 因为她有两个小孩 你还记得了吗?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很正经的故事 所以我做得这么正经来说 就是平衡一下就可以了 那B军的太太说 我也有点怀疑这两个小孩都不是你的了 现在医生证明了 就解除了我的义斗了 那么我们想一下这个一定是家庭案 没有,家庭案还没发生的时候 A军就告B军 他说,是不是搞错啊? 喂,是合同来的嘛 我们搞,你都搞不定 那么,回水吧 那么这是什么叫法律的形态呢? 那么这个形态就叫做 Total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 那么我给了你钱 我得到的完全都不行的 你怎么搞错啊? 那么我说我安写字楼 说你安灯 那你安不了啊 那或者安了个台头神灯一眼 那怎么做文件呢? 我们怎么做的事呢?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 等于你做了,等于没做 那么我去做滑雪的剧 那你的剧得这么短? 小朋友的给大人用 那怎么用呢?等于没用 那是不行的 这个情况就叫做 Total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 就是我给你的钱完全白费 那么B君就去还钱了 那么这个和Fraud呢 骗钱有点不同的 如果我明知这件事 是不可以用来这样骗你呢? 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合同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育的嘛 我只有我不育而已 所以这个又不是骗的 那么B君就说 就是想赌钱而已 隔离轮居没得所谓的 不过反对 那这个怎么搞错啊? 你不行,就给钱我吧 那就算了,是不是呢? 那么我和老婆都不怪你 你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了 那么B君说 他说,喂 大家老友真的这么说 他说,我每次都很耐力的 混身解数出齐 不行,我也不知道嘛 我只是努力 我没有跟T 那些担保实得 实有儿子生的 结婚都会生儿子 何况我们现在是邻居包生儿子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个 契约法的上半集 下半集当然了 那么B君的家企呢 就出了少少家庭法的事情 所以呢 在一件小事情 在我们的新闻上面呢 就学到呢 可以很多的法律的问题 的联想的 好了,今集又到此为止了 欢迎大家订阅 或者觉得这个 我穿得这么正经来说的 不好正经的故事 是有趣的话呢 又可以和朋友分享一下